南京黎明黎球军,沙眼一元体抗原,二连检测试剂和乳胶免一层吸法,操作方法介绍。 女性宫颈取样,在标本收集前,先用年签将宫颈口外,过多的粘液擦净。 取出塑料该柿子。 用过一气将一道口摆开,然后将取样柿子,摔住孤颈口内移至1.5厘米,粘转柿子数次。 停留5-10秒钟后取出。 男性尿道取样,取样前患者至少两小时未曾排尿。 男性尿道取样,取样前患者至少两小时未曾排尿。 取出尿道,取出尿道口内2-4厘米,粘转柿子数次。 将取样柿子,摔住尿道口内2-4厘米,粘转柿子数次。 停留5-10秒钟后取出 标本检测处理,使用前请将试即可 标本置室温下负温至少半小时 使其恢复到室温15-30度 根据以下方法处理标本 向标本处理管中,数值滴入标本处理页A,8D 立即放入仪取样赤子 挤压标本处理管 并转动赤子15次 然后将赤子在标本处理管中静置2分钟 向标本处理管中,数值滴入标本处理页A,8D 挤压标本处理管 挤压标本处理管 并转动柿子15次 静置1分钟 盐管B挤压标本处理管 盐管B挤压柿子后取出柿子的气质 盐上标本处理管的低头 撕开铝箔带 撕开铝箔带 在标本处理管中,取出检测卡 置水瓶桌面 向检测卡上下,加让孔中各D入3D处理过的标本页 在15分钟至30分钟内判读结果 检测结果 阳性时,两条条带出现 一条红色条带位于测试区T内 另一条蓝绿色条带位于制控区C 阳性结果表明标本中 含有灵球菌杀眼一人体抗原 阴性时,仅置控区C出现一条蓝绿色条带 在测试区T内,在测试区T内无红色条带出现 阴线结果表明 标本中不含灵球菌杀眼一人体抗原 或是含量低于可检测范围 无效时,制控区C未出现蓝绿色条带 表明操作过程不正确或检测卡以便致损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